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天国大魔镜区UP主兽一度利得 又到我每周一度的天国大魔镜动画漫画对比视频 看了前几期的评论有人说还是感觉被剧透了 那我这期视频尽量只呈现信息保证大家的观看体验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来看具体内容吧 这一集一上来,紧接着上一集在船上开始了和质子的战斗 在漫画里,展子是开了两枪,把质子的保护膜暂时打破 并把质子打到了海里 不过也没有对质子造成伤害,所以动画里就省略了一下 并且用特写展示了质子保护膜的能力 接着漫画里,展子看到水里面有这样的怪物 想起了和真流两个人,划剪一发过河,感觉有些后怕 一想到连蛋蛋都缩起来了,真流还吐槽,他明明就没有蛋蛋 接着可以看到漫画里天国县这边监控的时间是14点多 而动画里则是13点多 然后是漫画监控12人组看到两个孩子接吻后的几句台词 动画里也删掉了 接着漫画师兄在通道里问九九,这里不能走吗? 九九说那个打不开,动画里也省略了 而在宝玉市,动画则比漫画多了显示生命体征的面板 以及这里的监控时间又变成了15点 很显然九九和师兄并没有在通道里面走了两个小时 而漫画里则是连续的,从14点01分到14点30几分 在生殿室里,动画和漫画对于天花板构造的描绘也有不同 同时米娜的造型也有细小的区别 动画里九九和师兄在离开的时候,九九喊了很多次师兄的名字 也更明确地向观众表示了,因而是在九九的一声声呼喊中记住了师兄的名字 然而是动画省略了展子和真流下船后的一小段互动 真流说展子应该收下打怪的报酬 而展子却表示,真流之前说不收钱会显得更帅,他才拒绝掉的 于是转头准备回去要钱,又被真流拦了下来 另外这边马屁一直拍到马脚上的小弟在动画里还比漫画多了一句台词啊 接着在三艳商场过夜之后,漫画里是继续了魔镜县的剧情 而动画则是把后面天国县的剧情提到了前面 也就是白发现美美记的照片没了,一直到多罗维让师兄逃走的这段 这里动画省略了白发现照片不见后,还找老师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一下的剧情 以及胡娜和师兄互表心意之后,师兄内心活动的两格分镜 主要是这两格分镜感觉和动画一路呈现的风格不太适配吧 接着再来看看这一集有哪些细节吧 首先和质子战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在身上的水被吸干后 质子身上的手臂也没有了,只剩下本体的爪子 接着是米娜身上的编号i373,根据公式书为伊贤纳美的谐音 而动画里米娜出场的时候也配上了几句日本传统神话色彩的BGM 接着监控室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这个屏幕在监控的难道是一个厕所吗? 不过下一个镜头里又变成了黑屏,不知道是不是动画组的恶趣味 另外房子有人没有看懂,我会说是我第一遍看漫画的时候就没看懂 这里的警报实际上是帮助了师兄和九九 在这个人即将进入宝玉室的时候,警报响了起来,说深电室有人入侵 于是给了师兄和九九逃跑的时间 集合监控被人动了手脚,以及前面几集出现的神秘的试题,消失的邮件 学院里有某种存在正在引导孩子们的行为 至于它有什么目的,就要继续看下去了 好的,那么这一集的信息整理就到这里 后面蒸刘和展子将会听从船长的情报去到前方的聚落 而匆忙逃跑的师兄留下的一个脚印 将会暴露他们来过宝玉室的事情吗? 而记住了师兄名字的奇怪模样的婴儿,未来又会变得怎样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